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 伏賽終於展開了 由東方龍師對著潔志打頭陣 現場就看到很多防疫的新安排 包括周圍都有消毒液 座位距離也間到很開 球員也沒有握手儀式 開波初段 有威脅射門來自潔志 陳俊一在左邊傳給北頓 在左邊傳給基爾頓抽 不過抽高了 這個球按得不夠 變相雖然有個性不機會 但是不中籠 這一邊相就發生了一些事 見到這裡基爾頓都中了少少隻手 但都不是很有心的 但都爆光了 中了個橫邊鎚 這裡就更加見到最不想見到的事情 就是黃陽大哥 應該在膝蓋上有些受傷 他受傷後其實都很嘗試 真的很努力 想繼續比賽 也不想影響球隊 可惜就始終健康最重要 都傷出了 心情亦都比較低落的了 這裡是艾華頓 踢球進來 新組線後 去到尾處 努加斯勉強轉身 起到腳 但就拉不到攻 這球是很輕鬆的 旺青門簡簡單單在近接花室 再看這個攻勢 蘇珊剛進來 正有個具威脅的射球 這個球就靜悄在艾華道的身後 就輸了進去 基爾頓給了一個直線 竟然很容易地打穿了 去到這裡 球的攻勢在東方 一向都有威脅的 高佬陣 但臨上半場這一刻 基頓就很可惜頂不中籠了 只能夠頂到球底 上半場一零比零 半場休息的時間 很多人都去問候黃陽 下半場一看球 迪高就能夠把握到 這個利馬的漂亮角球 為球隊打開幾六成一比零 當時52分鐘 球開出來都算行 落點都非常好頂 頂贏了丹尼 利馬一換進來就有助攻 和迪高一向把握全中球的落點時間很準確 這裏就看一看一看 一仔怎能撥到十二馬回來呢 就是靠自己個人的膽識 過了過之後 繼續推入禁區 佳耀的埋身 那勢不好 還有在球的後面 在他再次令人命 戈尼斯處理十二馬都處理得很好 有角度 有力度 阿輝亦都是會觸錯邊的 十分鐘之後 很快 都算快 追羅了1比1 球射得很厲害 戈尼斯進回這球之後 球隊雖然1比1 可惜這個時間不能夠保持很久 很快之後 傑子亦都因為一次的不集中 令到走掉了中偉強 他在左路策略了禁區的中間位置 拿到球過馬艾利奧很冷靜地射入 我們見到下本場換進來的利馬和宗偉強 對球隊真是立即造成了一個變化 這球球可以說 高美斯可能有少少反應不太快 或者有少少冷了些 應該早點去逼利馬 不要那麼容易給他那球球 現金足球前鋒壓迫都很重要 臨完場一會有一個很漂亮的射球 可惜中柱彈出 再看一次 過了一個推橫左腳 球有夠弧度也有曲墜 其實很難救 中籠的可惜中柱 如果這個球入了 就改寫整場球的命運 最後東方都憑住 兩個入球以2比1擊敗截止 取得寶貴的3分